我要離開我月薪快XXX的工作 可不可以全職做Youtuber 哈囉哈囉我是Wayne 歡迎收看溫室生活 今天比較特別的是我沒有在戶外拍片了 這支影片主要是要獻給已經訂閱我的朋友還有觀眾們 恭喜我終於500個訂閱了 因為我本身是非常素人嘛 我是從2021年的8月底開始上傳我的第一支影片 所以我就非常感謝這些從零然後到現在訂閱我的朋友們 我主要就是要讓大家了解一下我到底平常時候是在幹嘛 所以我準備了一些Q&A 然後可以讓大家來更加認識我 話不多說我們馬上開始吧 一開始拍影片到現在呢 我都是有一個正職的工作 就是我最一開始其實都是在做精品業的銷售員 近期比較長久的工作大概是我在健身產業工作過電經理 還有品牌專任的講師 現任的加盟支持經理 所以我從2021年開始一直這樣兼職很佛系的拍片 老實說也蠻奇妙的 因為我是在2021年的上半年看了一部叫做7-Up 人生七年 它是英國BBC的紀錄片 主要呢這部紀錄片它就是導演 他從1964年的時候 找了14名來自英國各地不同階層的兒童 他每隔7年會幫他們拍攝一次 這計畫一直都還在進行中 但很不幸呢 我記得導演他在前幾年已經過世了 其實導演一開始拍這部紀錄片啊 他是為了要驗證階層差異對一個人他成長的影響 從一開始到後來60幾歲 這整個幫他們跟拍的這個過程中 他發現其實人生是還蠻殘酷的 但在這當中他也找到了一些不一樣的意義 主要他從這些被拍攝者當中想要去了解說 到底是什麼可以影響一個人的未來的命運 不外乎就是你一開始生下來的階層嘛 所受的教育啊還有你成長的環境 印象深刻的是導演在這幾個小朋友當中 這三個小朋友是出生在倫敦東區 比較偏功能階層的小朋友 貧窮一點的 所以他們在整個過程中也遭遇到比較多的意外的事件 這三個女生啊其實有兩個他們在受訪的時候 比較容易抱怨自己身處的環境 但是其中一個叫蘇珊的跟這兩位比較不一樣 他在受訪的時候常常都是笑容滿面的 雖然說他也遇到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但他其實在面對鏡頭的時候 他都還是保持著一個比較樂觀的態度 過程中他也一直在找機會不斷的提升自己 看完這個紀錄片啊我自己就真的是蠻有感受的 因為可能就是我家裡也是從小時候還不錯的環境 到現在經歷過很多肥皂劇的劇情啊 我們常說的就是可能你小時候的事情 然後影響到你長大的一些心智啊 或是你的一些個性等等 因此呢我就是在看完這個紀錄片 我就決定說 從我現在開始我想要把我遇到的事情 然後還有我覺得是還不錯的經驗 或是我去旅行的時候我覺得很棒的一些畫面 或是我遇到的人事物 我都想把它記錄下來 如果從一開始有追蹤我的朋友們 應該會發現其實我一開始的名字 不是溫室生活 是問問人生 我後來覺得他有點沉重 所以我就把它改成溫室生活 改成溫室生活之後呢 我就主要都是分享我的旅行 跟職人訪談 未來也希望有更多不同的嘗試 決定要把我的重心放在發展我的YouTube頻道上面 所以呢 我要離開我最新快7萬的工作 很多朋友聽到這件事都覺得我瘋了 雖然說這個金額可能對某一些人 他們可能覺得沒有多少了 不過其實在對於高雄生活的我 算是還不錯的收入了 4月開始啊 開始會去旅行 完完全全的只經營我的YouTube頻道 同時我還會開啟我一個新的IG帳號 IG的部分我比較多會去 把一些旅遊的資訊 然後還有一些我平常遇到的事物 然後一些小故事把它記錄下來 那有興趣的人到時候可以在我的資訊欄 追蹤我的IG 從今天開始我真的就要去冒險了 所以我會開始不斷的去旅行 如果有乾爹乾媽想要贊助我的話 非常歡迎喔 然後重點來了 其實我的頻道現在還沒有開啟收益 因為YouTube如果要開啟收益的話 必須先達到1000個訂閱者 一年要累積4000小時的 觀看時長 那觀看時長我是快到了 最主要就是卡在我的訂閱 直到一把 所以拜託拜託 如果會看我的影片 趕快幫我訂閱 我也非常感恩的 其實我真的還蠻害怕的 不過我覺得最大的轉機 應該是在我2021年 我短暫的離職過 在那個離職的三個月中 去了慈善 長居了一個月 那在那段時間 我有認識到一些已經退休的人 剛好有一對夫妻 太太的話 她70幾歲了 到現在喔 她都還會就是一個人 然後去世界各地 然後可能住背包客棧 然後去旅居 那如果她老公有空的話 就是她也會跟她的老公一起去 然後我就覺得 這樣的生活房子其實也蠻好的 那再加上 像我原本的工作性子 其實就比較偏 是有點像半圓端的 所以我其實也很期待說 會不會哪一天 我可以就是真的 我想去哪個國家工作 我就去那邊工作 總而言之因為在慈善那段生活 不是在剪片 就是在拍片 那樣的生活還蠻愜意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 未來有機會 我可不可以全職做Uber 那四月的話呢 我會去國外待兩個禮拜 這一次要待的城市呢 它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自由行的城市 我做大學 去美國加州那邊的時候 有跟過團啦 那我其他所有的旅行 都是自由行的 那四月要去的就是一個 東南亞的城市 個人非常非常的愛的一個地方 那五月中 我又要出國 我人生清淡中 一定要去的一個城市 而且我超級超級超級想去那邊的 如果想要提早 就是看到 我到底是去哪裡的啊 記得可以追蹤我的IG 美國的加州大學去的 這是我第一次出國的地方 然後就超級愛那地方的 整個氛圍啊 還有天氣都很棒 那唯一比較美中不足的是 那邊的 無家可貴的人非常多 我就有點害怕 我覺得這個因而而異 當時候看到的 有一些我都覺得有 有點攻擊性 甚至我還有同學 是被人家辱罵的 再來的話 還有去過英國倫敦 我之前一直在抽英國的打工籤 但我完全都沒抽到 疫情前就有機會 剛好有朋友也去英國遊學 然後我也跟著他去 自己去那邊玩 東南亞的部分的話 就是泰國的曼谷跟清曼 我也有去打工路加的過 大家非常愛去的澳洲 那時候是去黃金海岸 跟布里斯本 可是我其實只去三個月啦 老實說也不是真的在工作 我就是去喝酒的 我幾乎每個禮拜都在跑夜店 因為工作的關係 所以其實我也會出差 比較常去的就是 菲律賓的馬尼納 真的是有點讓我大愛眼界 因為我其實本來對菲律賓的城市 我以為就是比較可能 沒有那麼發達 可是那時候去菲律賓 馬尼納的BGC 其實去到馬尼納機場 我坐車的路上 我看到房子很多 都還是破破九九 然後比較不發達一點 可是我一進到那個BGC啊 到處都是高樓大廈 他們是完全沒有愛放的那一種 就是菲律賓的 步步差距真的非常大 最後的話就是 最近才剛去的印尼亞加塔 那其實去那邊 因為很短暫的時間 只有三天兩夜 沒有花太多時間去逛 而且我去的地方 也不算觀光區 就是真的很Local的一個地方 去到他這個都市的時候 他們那邊也是 市區都非常非常多的高樓大廈 那他們的交通 跟曼谷啊 或是菲律賓一樣 都非常個Sign 如果說有機會要去亞加達人 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你從機場 到你要去的地方 一定記得到多留時間 剛剛分享的那些城市啊 其實有些我都不只去過一次 所以我也不是那種 好像要每個地方都去的了 我就是我真的喜歡一個地方 我就會想要再花時間再去 去澳洲打工度假之後 然後我就覺得 好像也沒那麼可怕 我自己一個人出去玩 就倫敦跟澳洲而已 其他都是有跟朋友去的 那出差的話 因為沒辦法 出差還是得一個人出發嘛 要找朋友跟我一起出去旅行 老實說不太容易 然後想要出去玩 通常都是一個禮拜兩個禮拜起跳 而且又要找到跟你很合的旅伴 然後又同時要時間這樣一起出去 客氣的是有不錯的旅伴 一個要去加州工作兩年 有一個常跟我去泰國的 他也結婚了 然後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還有機會 可以跟我一起出去 這題有需要問嗎? 當然是存錢啊 不然呢 難道你要給我錢? 給我錢? 給我錢? 其實我一開始的頻道主要是以 閱讀分享 然後旅行 職人訪談 跟個人成長為主 前面幾支影片 都是 閱讀 但因為點閱率沒有很高的情況下呢 就會比較沒有想繼續做嘛 所以後來我就開始發我的旅行的影片 結果沒想到我旅行的影片一發了之後 開始點閱率上來了 然後訂閱開始慢慢增加 所以我就決定把旅行變成我的主軸 那未來的話我可能會想嘗試拍紀錄片 如果說你有覺得我其實很適合某一些主題的話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這一段讓我有點害羞 平常我也不是很會跟朋友講很多我內心話的人 總之呢 非常謝謝從零開始 然後一路訂閱我 甚至是常常會看我影片的觀眾或是朋友 然後也很不好意思的是 我真的更新的很滿 因為平常要工作啦 然後我剪片是從不會剪到現在稍微比較順一點了 不過這邊我可以跟大家保證的是 接下來離開現有的工作之後呢 重心都會在發展我的YouTube上 給自己的期待一定是一個月兩支影片以上的 做一個那麼冒險的決定 我曾經國中讀過美術班 我是插班考試進去的 在考進去前啊 其實我是非常愛畫畫的人 可是考進去之後 其實就發現 美術班不是真的只是美術而已 它是變相的自由班 就是你功課也要 顧得非常好 那同時你每天又要畫畫 這些壓力在當時的我是 後期是承受不起啦 在那個環境下 其實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競爭的 那我也不太喜歡那樣的感覺 所以我後來只讀了一年 我又回去我的普通班了 現在我心裡一直有一個遺憾 我有時候會去想說 欸如果我如果當時堅持下來了 那現在我會成為怎樣的人 我希望未來的我 不要去後悔自己一些曾經想做的事 然後 小時候就會想說 欸以後長大人 如果真的有機會當創作者 我很怕會餓死啦 像我剛剛前面有提到的 就因為家裡有關係 直到現在我對於經濟 我都還是會有很大的不安全感 所以我在做一些決定的時候 我可能還是會傾向於 欸儘量讓自己是可以一直 有錢進來的狀況下 然後去做決定的 在接下來的人生裡面 我不要再去 一直有這個遺憾掛在心裡 所以我決定要讓自己 就是去真的變成一個創作者 不管是真的有錢或是沒錢 我都希望自己可以去克服 這些這個事情 不知道我會不會有名 或是說真的能不能從 YouTube上面賺到很多的錢 但是我希望自己是 每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都很享受在那個當下 然後我希望我做的事情 是可以讓我有滿滿的成就感的 好啦 總之呢 我會不斷的產出更好的內容 分享給大家 重點是我真的非常希望 在未來的世界裡面 每個人都是可以不用抱著別人的期待 去過生活 而是你真正知道你想要什麼 可以勇敢去追求你理想中的那一個生活 好啦 最後呢 真的非常謝謝那些 喜歡溫室生活的朋友 或是觀眾們 記得幫忙 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